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王某老师说就说觉得这个80后的这个东西写的呀文笔有很多给他启发或者说也学到很多吧 但是就提出一样就说他对这个80后的这个写的东西啊王某老师就说一方面呢好像感觉没有昨天 再一方面的感觉呢像是个什么瑞士的作家或者说卢森堡的作家就你这地儿地儿是在哪儿的 有点飘零模糊啊这么个感觉然后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要不要这个东西要不要昨天这个我很有关因为也有不少人最近提出来就好比说呢 比如说招一些这个文艺类的院校的学生那么这个招生的老师啊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也困惑了好比说呃民国你可以不知道 但是不是说文革你也可以不知道就是说甚至改革开放你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这些个东西对当我觉得当然是要但是是不是就能怪到这些呃小孩的头上去是他们拒绝了呢 还是说我们的教育也出了问题就说我们的大人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其实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那辈是经历了这些历史的人呢 他们是见证人他们其实有责任要告诉这一代人告诉他们的小孩对吧子孙过去发生了什么中国以前三十年前其实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今天穿了满身名牌你觉得你已经世界公民你有着美好的未来可能中国明天确实比今天更美好 但是中国是从哪走过来的这是一个作为人你如果是不是一个单片人呢 如果是一个丰厚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感你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事情 呃有一个数据我听说哈就是中国在1950年代就是50年代的时候那个GDP不是GDP是什么人均收入 他把那个换算过来这个就是所买钱值多少钱换了还不如送末的时候呢 那就是等于是一二几几年有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不知道多准确啊 而且有人就是说把它和现在的中国崛起来看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有多么的奇异和就是说是一个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因为中我们刚以前说到中国和印度就是在14世纪以前啊 或者15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牌的经济大国 结果差好是在中国就是说在欧美欧洲开始起飞时候我们开始衰落了一下就几个世纪那么一直哗哗哗走到哈衰落革命什么寻找西风农见到了50年代我们到了一个特别低的低谷至少从一个经济的角度上讲对吧那这个历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的是从那么低的低谷上我们走到今天嗯走到了现在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你什么呢 你是谁了就我觉得现在呢就聊什么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呃三十年我们失落了什么我们我们获得了很多我们失落了什么其中有人说就是人文精神就是那那这里边也包括昨天了这这王某还还掺和过你这个这是九十年代的一场争论 哦是吗别跟我们讲那时候发发言 不是这个我再把刚才那个话我是觉得这样啊作为个人的选择来说啊或者作为一个写作人的选择来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历史感很强时代感很强啊乃至于国家民族地域地方感很强的作品也可以选择我把这些都洗的相对啊让你看不出来 我就是飘飘飘飘飘飘然的我就是在过着我自己的边缘的边缘的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青春的或者是性别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同时呢如果我要看了一批作品以后呢我又觉得呢有点有点自个儿糊弄自个儿哎呦咱们这个啊这么多作家已经 都过着那么高雅的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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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啊已经过的生活已经和在日内瓦一样了已经和在威尼斯一样了已经和在萨尔茨堡一样了我就觉得真的吗有有有有那么舒服吗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您说的一个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你想说这么一改革开放是这个人文精神失落了这有点 这个话有点我这么说有点抬死杠那是不是您认为不改革开放人文精神充沛舒服就跟我最近看那个似的最近我看一个一个对话咱们一位中国的社会学家就讲说你们看啊这就是这个短片你们看了这就是深圳的一个一个一个工厂一个车间 在那给美国制造这个牛仔裤说你看这些女工她们有的在这干了三年了有的干了五年了有的干了八年了她们的青春和美貌就在制造牛仔裤中消失了这就是全球化对中国人的压榨这就是全球化对中国女人的美丽的剥夺我怎么听着我听不懂啊这是啊 我不知道这个哥们或者这姐们她什么意思啊她的意思是这些人让他们都回山区去都回回到土地上都回到土地上都回到土地上然后他们青春就永存是不是啊他们不被美国人压榨被谁压榨真的这有意思被她婆婆压榨那就是婆婆压榨可以丈夫压榨可以他也真是在农村里劳动过的人 他的很多观点 因为我很多农民他们最感谢的您猜是什么 但是很多东西很进城打工 他说这个他最拥护的政策你只要允许我进城打工我生活推差不多哪去我饿不着我细粮也吃上了我房子我也盖了我儿子也能娶上媳妇 我和好多来北京打工的这种 他最满意的是这个政策当然什么包产这些都很好但是真正救的他的命的就是进城打工 进城打工 可是照您这意思呢 那么这些农民他来打工 挣点钱已经很高兴了 日子他很满意 他不觉得被剥削被剥夺 那是另外的问题 他劳动条件应该改善 工资应该慢慢提高 这我都市场要像规范的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 你要有一个历史的观点 就是他曾经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就是要知道昨天 所以就说昨天的人文惊人 好啊 您觉得昨天人文惊人 你知道我刚才 我那时候好 还是日本时期好 反全球化的很多新左的 中国的是印度的 我见到一大批这种观点 就拿这种举例 血汗工厂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我跟很多安徽来打工的 这些好多是 比如说男的在这做装修 然后女的在这做阿姨 或者做售货员 他们都说 哎呀 我们生活跟前那20年前没法比 你知道他说我们那一代 在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 就是40多岁都很少 因为饿死的人太多了 根本饿死你都不能上城里去讨饭 你就得死在当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现在他们盖的房子 他说我们是住的差 在这是租个农民房 很小小的 但是他们都攒了钱 家里的房子盖的比你们家大呀 我们都盖两层的都很大 然后以后孩子要上学 上学了以后 也许比他父母住的不是所有人都能 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这可能性是怎么来的 就是通过人口可以流动了 可以自由的到哪去找工作 上学就这么开始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我们永远要在这么一个低级的 比如说一个产业链上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是产业转型升级 那是下一步的事 对吧 然后要有工会法 然后跟跨国资本怎么谈判怎么关系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说你 我觉得美国也 他其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事现在说不通了 因为利益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的工作都跑我们这来了 所以他们那边民主党一竞选 就拿这个说中国说事 你们的产品怎么怎么剥削了 什么工人了 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后边有一个 在不同阶段上 工人利益已经不同了 要求也不同了 所以说复杂的问题要复杂的去讲说 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主意 或者一个什么 而且我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这看出昨天用出来了 一苦才能死甜 枪枪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还真是不大了解昨天 尤其没有经历过昨天的人 他比较注意今天 他这个今天有今天的毛病 这是肯定的 而且我现在我信了 就是到了一百年以后 二二百年以后 那个社会仍然会有很多矛盾 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因为对今天 看到了某些毛病 你结果就用一种浪漫的方法 来想念昨天 我觉得那是很可笑的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这个 说这农民上深圳打工 这是我们假定他有也有不好的待遇 那其实有少给工资的 还有扣押工资的 还有被侮辱的 还有各种各种故事 你要写我们也可以写 也可以写这个弱势群体 怎么受糟见 怎么干嘛 我们替他们说话 这都是应该的 可是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不许他出来打工 又会是什么情景呢 所以这个人文精神 能不能够离开 他的生活的提高 能不能够离开生产的发展 我一说这话 我最受攻击 就是说你当一个作家 你应该强调 文学才是最主要的 不吃饭都应该一天看三本小说 灵魂 那是灵魂 但是我不行啊 我少吃一顿饭我就饿了 我怎么就感觉您在这灵魂肉之间 好像什么稍稍倾向于肉的弱线呢 这帽子 因为好像这个作家的传 不光是中国 整个西方这个作家 都有一个 一个是左翼 一个是质疑现代性 质疑现代化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深刻的 作家都是在 比如说在反资本主义里边 异化的对人的剥削这一面 里边显出了精神的重要和崇高 但是如果我觉得 如果你有更多的历史观 更广的一种人性的关怀 其实你会看出来 这个现代化和反现代化 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而大的潮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灵魂肉本身呢 就不应该对立起来 过分的把它对立起来呀 是是这个人 我不知道是大脑太发达了 还是太不发达了 才弄成这样 你比如说身体健康 我宁愿相信那个话 说健康的精神 与健康的身体 这个比那个说 我可以不要肉体 我只要灵魂 我有精神原子弹 我不信那精神原子弹 因为这精神原子弹 它吃亏吃得太多 就连文学 您说咱们那个 以前那些假导什么 说苦银 我就感觉它肯定是一个瘦子 所以他那个他怎么苦银 出在那个诗里 他的能力也不是太高 也不是太高 这个我呀早就有这想法 我还没敢特别公开的说 后来你猜有谁给我做主了 柔宗仪 咱们香港中文大学 那个大国学家 对 他说这个声推越下门 声敲越下门 有什么可琢磨的 哪有那么大意义呀 还在推敲推敲 推敲这个词用着很可爱 对对对 它留下了一个有趣的 推敲 但是这个诗本身呢 您得了吧 您的假导 要不的假导 不算什么大诗 钻这个牛角尖 哪有那么盛唐气象 都是很简洁的 琢磨这一个字 两个字 我觉得唐朝他喜欢附态 喜欢那个人很元气充沛 都是有道 但是我倒觉得 您对这个李商隐的这个研究 好像说出了一种 中国文人的那么一种性格 对了 这是一种什么性格呢 我 我 您讲过 我觉得您对那个李商隐的文人性格 文人性格 我说他 他呀 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弱者的心态 我觉得是一个弱者的心态 就是他 非常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但是他又或者没有得到那种机会 或者又碰到某些挫折 他就叫苦连天 人简 灵云 一寸心 那时候他非常年轻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十几岁 还是二十刚过 二十挂龄 有一次考试 这个科举考试考得不成功 他说 人简 灵云 一寸心 就是把我本来是 灵云之质 灵云之质 他是说 用竹 用竹子 竹笋 可是本来这个竹笋 那是可以捧一下子 可以 可以 可以涨 一万八千丈 现在呢 您二寸 就啪啪啪 给剪了 但是我想他这个 这也太 也太悲哀了吧 你二十几岁 就是 就是你二十几岁 还可以继续练 练短跑 那还可以 是不是 您怎么就照样凌云呢 再比如说 说莫孝留花不积春 仙漆 雕落 仙漆什么 料落 更仇人 因为说这个 这个十六花开的晚 它是阴历五月才开 以后您注意一下 它阴历五月才开 所以你赶不上春天 可是赶上春天的呢 它仙漆料落 可早早的就已经落 我说这 他太不健康了 这个人呢 他就缺少体育精神 要有体育精神的话 要更高更快更强 更快更强 但是我们传统上认为 这不是一种美吗 确实是美 所以我又说什么呢 我认为啊 这就说上李尚云了 这说上李尚云 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 要不然像我这么说 李尚云你也不敢这么说 因为他也都要从政治上来说 说他是由于参加了 什么哪个两党之间的斗争 然后这斗争争受了坏人的迫害 过去都是这么研究历史的 都这么研究历史啊 所以我说李尚云这个呢 他把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情绪 纯美化以后 是一种无害化处理 但是您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像是文化不讲的 这也写的是无害 无害化处理 讲到就是说 那么多的思想家 孔子我在这还说过 就是说他其实射箭也很好 那时候那贵族讲的六亿 又要会赶马车 又要会射箭 而且后来还有这个比武等等 虽然咱们没有发展成奥运会 但是一直都是重视这个文武之间的平衡的 倒是后来到越来越好像走向这个文人化 这和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有关 我就说你这个社会 给这个文人也好 武人也好 经人也好 你留下没留下个人奋斗的空间 如果在李上瘾那个时期 或者在后边这些时期 你根本没有个人奋斗的空间 你这个事态就没戏了 就跟孔一己一样 你老考不中 你考不中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就是一个废人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是孔一己的下场 所以我上那绍兴吃饭 他上他那个闲恒酒店 他让我给这个提字 我提的就是怀念孔一己学长 江江三月一行广告之后见 神坎 但是您就这就说的心态了 我又给你绕回来 就说这个80后 现在 那么我感觉到包括我自己在那样 跟你们那一代老革命 真是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怎么实际上就是工作是工作 比如说到生活里 实际觉得这个社会跟我无关 其实现在很多人 包括写小说 他这是一种 一种他是觉得无关 另一种 我就说想起李商业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挫折 或者觉得对这个社会太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了 于是就归向了个人 归向内心 自己可能去追求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 所以咱们也说改革开放30年 他现在就比较起来 有更多的个人奋斗的空间 是不是 你们现在有一种说法 尽管这个说法不太科学 说你可以走红道 红道就是你可以做公务员 就是做党员 执政党的很好的党员 走红道 可以走黑道 黑道可不是说黑道党 他是说恰恰是说做学问 跟那帽子博士帽子的东西 博士帽子学教授帽子 走黑道 还可以走黄道 黄道就是赚钱 你现在你可以已经看出来了 是不是 有的人在仍然 这个每次国家招收公务员 报考的人多急了 说明公务员仍然是一个被欣赏 被追求的一个职业 从职业选择择业上来说 但是至少他有了有的别的了 有的别的了 说这个80后的作家 我就想到那个韩寒 我是个人是比较欣赏他的 我觉得跟他写的东西 可能跟你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 我不知道指谁 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还是 尤其是他的博客文章 有一定的社会关怀的 对 而且呢 你看他的生活方式 就是去赛车嘛 对 像这种人在20年前 是不可能存在的 怎么能这么生活呢 是不是 我有一次我有机会跟张岳然接触 他现在又靠写作 他也没有任何地方给他发工资 他原来是新加坡大学学电脑的 后来他觉着没进 他也不学了 他并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他没有这方面的职业 他可以走这条路子 郭敬明呢 那么他现在既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经营出版家 说他所出的小杂志 最小说 发行量非常之大 他又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什么出版人金力宏 这些人结合起来 搞什么青年作者的争文这些东西 他都搞得非常红火 对 所以他就说这文人也各式各样的了 对 空间比以前大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种问题 问题大了 我觉得就是说看跟哪比了 您比如说咱们的坐标是跟以前比 五六十年代比 它就是空间大了 可是比如说咱们又说到奥运 我就发现 比如美国的那个 写那个世界是平的 弗里格曼 他就写了一个评论 他我觉得也很用心 也很深 就是说他强调在这个奥运开幕上 看到了中国文化 还是一个整体主义的文化 但是整体主义他强调力量的一面 而且他强调跟美国这种 个人主义的文化相比呢 他说他的优点 他比如说他就在写 这个 他说在911之后 你看 中国深奥成功 911之前两个月 咱们这儿深奥成功了 从那开始之后的七年 中国是伴中一席 就中了手